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Jumpo的频道 那今集说些什么呢? 今集就不是什么开箱片 今集是一个... 其实我也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其实是一封很特别的邀请信 究竟它是什么邀请信呢? 事源那天我睡醒了 无端端就收到一个email 那它这封邀请信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邀请你加入这张卡 究竟它是一张什么特别的卡呢? 令我要特单去拍一条影片 那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 subscribe 还有按下个小铃铛 那些什么新片就不会错了 那我们开始啦 其实大家见到Youtube的标题都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 AE的... Centurian Card的一封邀请信 那因为... 不想做那么多后期 所以我就遮住了我的地址 这样... 不知看不到了 近一点 那这里我... 不知代表什么 那其实我已经开过了 这封信 那我也粘回它 那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那当然要进去下去拿 那我就先收到一个email 那那个email呢 我一睡醒那天我就一够云 这样... 就看到... DMX张 一堆字 不知为什么有个年费 又有个入会费 那我就叫寶寶去看看这封是什么 因为我刚刚眼都没抹大 那究竟什么是Centurian Card呢 那... 其实我从小到大发梦都没想过 自己会收到这封邀请信 因为这张卡呢 是要邀请才可以有的 你就不能就这样申请的 那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我这个small potato 竟然可以邀请我啦 那... 那真的有些受宠药经 那很多大明星都有这张卡 那... 最近很hit的Brain Empire 里面那些人 很多都有啦 Justin Bieber 还有什么人有 很多人有 我不知道 总之是明星啦 明人啦 很多人都有啦 我都没想过一个这样的张婆 都可以有一封这样的邀请信 那... 很... 很兴奋啦 一定比团马开通 真的很兴奋 那一封email说什么呢 他就... Hello Dear Miss Jan 多谢你支持我们这个... 美国运通啦 我是哪个哪个 是从这个... AE... 黑卡部 那样啦 我现在就传了这封邀请信啦 这样给你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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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就聽得最多就是這樣 幾乎是做得到任何事 最近就聽說可以買到MIRROR票 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會有手續費 人家幫你工作 我不知道多少錢 我也有問的 因為他之後就有打電話來 他就說我是哪一個 不知道你收不收到這封信 還有email 我就問他 我說你們是否聽說 我google 我google看到 AE客卡可以幫你買MIRROR演唱會 然後他就說應該不是很難的 說一說可能大家都覺得來一題 無端端什麼MIRROR演唱會 你現在在說那張卡 麻煩你先說那張卡吧 阿張婆 那很久說了這麼久 阿張婆 你快點開這封信 看開我的觀眾都知道我比較沉 那很久現在立刻開了 那他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包裝 那被我撕成這樣 那他呢 一打開呢 他就很有儀式感 他就有絲帶這樣 那我開了 然後打開一張白色紙 那我做了後期 就是 我不想打格仔 幫紙 很累 不想做那麼多後期 所以就貼了一個膠紙在這裡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他這裡就說 親愛的會員 張婆 那我當然不會在這裡說全名 那 那 晉身這個非凡的Centurian的世界 珍貴的時刻當然值得慶祝 和珍惜 成要你晉身Centurian正是其中之一 你可以與極少數人士獲享者與眾不同的體會 請細月 付奉策子 發掘一下Centurian在旅遊 現享生活體驗等領域 為你帶來的極致禮儒 那就有啊 有個吸引這樣 那首先就有一張這樣的紙 而後面呢 就是黑色的 挺漂亮 挺有儀式感 然後呢 裡面這個呢 就 這樣 專上禮儒 代理體驗 這樣吧 這裡有點亮 也做得挺漂亮 時刻起成為你服務 深盡你已經體會到 美國穩通如何 全心全意地 為你提供所需協助 貴為Centurian會員 你更可專享更一籌的優越服務 專程安排於你的客戶經理 會盡力滿足你的要求 由購買精彩表演的入場券 預訂一籍難求的升級餐廳座席 以至為你的自愛搜羅珍貴的禮物 我換得樂意為你效勞 那看到這裡呢 剛剛我都說了 MIRROR FAY 聽說很貴 我不知道有多貴 那它也可以幫你找得到的 這張卡 譬如你想 真的去拿撒哈拉沙漠的一堆沙去交供貨 那我就查詢過了 有你付錢就可以了 他就會幫你做得到的 那當然啦 我不知道會不會找得到 那個沙漠的殘鞋下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沒什麼資訊網上 真的沒什麼人說 那我都不續頁 續頁讀太多了 那第二頁呢 就說你可以去 哪裏的會所 那就這幾個 會所 然後我可以去 機場裡的Lounge 那裏的貴賓室 聽說好像香港有一個 AE的Lounge 那我還沒去過 那當時呢 我就有白金Charge Card 那有了幾年 那當時有的時候 那之後呢 都剛巧沒得飛 疫情 那其實呢 我就一次都沒去過 那個機場的白金 那個AE的Lounge 那其實呢 那我之前有 這個白金Charge Card的話 都可以進去那個Area 那但是 Hard Card就有另一個Area 那就好像沒聽過人說 暫時 我沒聽過 那可能有 但是我 沒去特意做太多Research 因為我這封信都是 今早才開的 那後面的幾頁都是說你 去旅行啦 有些什麼 酒店啊 吃飯啊 宴會啊 租車啊 住酒店啊 這樣的會籍 吃東西啦 餐廳的折扣 然後他就說 你的客戶經理 將會與你聯絡 這樣 就是這樣 完了 那我呢 都收到很多DM 問我 那你怎麼才可以收到這個invitation 這樣 那其實呢 我就不可以一概而論 那就好像買外馬仕一樣 每個人的路程都不一樣 那可能有些人可以零配 就出手袋 有些人可能要配貨才出手袋 那有些人真的很幸運 可能就零配 那我自己呢 就用了AE很多年 那我由2016年就開始用AE 那時候就用那張 那個太航空那張 卡 那用了幾年之後 他就問我 啊 申不申請那個AE那個白金Charge Card 這樣 那我就說好 因為當時他給那個優惠也挺多 還回很多資訊給我 那些資訊可以用來換機票啊 又有些 有一些現金的回贈 那這樣 那當時我就用了 就用了三年 那直接到 今天 他就傳這封信給我 那我自己呢 就覺得呢 應該可能 跟我的信貸紀錄 有關 那我呢 現在就用了這麼多年 那我就一次都沒試過持找過 那我相信這個 都是他們 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啦 那因為據我所知啦 Charge Card呢 你就不可以欠錢的啦 而且 好像說我猜啦 他都會看你幾年時間啦 那譬如你用第一年 你就 剪掉了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會是 就是他們 發這封邀請信給你的考慮之一啦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那因為真的沒什麼人說啦 我純粹我自己猜啦 那我都在電話就跟他溝通過啦 那怎樣才會有這個邀請信 為什麼會有的 然後他就說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白金Charge Card啦 然後他才會邀請你有這個Hard Card啦 那這個是一定必經的階段 當然你要消費一個一定的金額啦 那上天就消費了2ml啦 那所以呢 他就現在就來邀請我啦 那也很多人都DM我啦 問我還會不會 要審查我啊 就是查家宅這樣 那他就說不需要啦 他就說我只需要簽個名就行了 因為他 我相信他已經查了我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啦 那邀請我啦 那因為以往一般人呢 如果你想要的話 他就要查你很多東西啦 查你的年收入啦 查你有... 多少錢身家啦 你也有 總之查你啦 查家宅起你底 那我呢 都google了一些資料啦 那這次呢 他就沒有查我家宅啦 就叫我簽名就算啦 就ok啦 那就不需要了一個資產的一個審查啦 那我google了的資料就是 他對AEHard Card對於這個資產的要求是 300萬年薪啦 或者3600多萬的物業啦 或者你有750萬的現金啦 那就有機會批啦 那我不知道啦 這件事 我不清楚啦 可能每個人的歷程都不一樣啦 那呢 或者如果... 你... 你... 那個要求達到的呢 那就有機會批啦 那這條文章就說 那聽聞都考慮很多東西啦 例如... 你社會的知名度啦 地位等等啦 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張婆有什麼知名度啦 那大家記得follow like和subscribe啦 記得subscribe多點啦 我... 我... 現在知名度真的非常之低 但是... 心想你什麼水啊 阿張婆 肯定心想 那始終呢 都一百多元的... 廢啦 那當然啦 你邀請我也要考慮一下 大哥 對不對呢 這麼貴 始終是一個愛馬仕的價錢 對不對 那... 正常人都... 可以... 應該要考慮一下啦 對不對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申請啦 那... 就... 下條影片再告訴大家 我最後有沒有申請到啦 那記得啦 我沒有什麼知名度的 阿張婆你什麼水啊 那記得like啦 subscribe和share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